景区之内的公务车就可以不上牌照吗 地方法规能大于国家法规吗 最近有网友在西安临同的一个景区 发现了多辆无牌照的公务车 他就感觉很奇怪 把事情报告之后 有记者去进行了采访 据澎湃新闻报道说 当地在此前几年 确实以每辆八万多块钱的价格 购买了一批燃油机动车 并把他们当作景区内的巡逻车 进行了涂装 但是没有上牌照 这个车在景区内行驶 为什么不上牌照呢 我们觉得大概相关方 是不是觉得不上牌照 就可以不上保险 不交车传税能收点钱 尤其是人家觉得 我这个车又不出我这个景区 是我景区内部的公务用车 因此我就不上这个牌照 但问题在于啊 网友爆料说 你这个景区并不是封闭的 你这个景区内部 还是有其他的自驾车辆的 而且景区内部啊 道路狭窄情况多变 咱说实话 一旦你这个公务车 和其他的社会车辆 发生了寡蹭 怎么办 你连牌照都没有 你肯定没有保险 那么到底谁来赔这个钱呢 当然更为关键的是 我国早就有相关法律 任何燃油机动车要上路 是必须有牌照的 你说你如果买的是个老头的 电动车 不可以到大马路上行驶那种 你在景区之内啊 接接客人巡逻一下 我们能理解 但是记者查询了 你这个车就是燃油机动车 但是当记者就此事 询问相关管理方的时候呢 相关管理方却指责记者多事 表示那是人家自己的事 而且说了当地有法规 表示在景区内部 这种车是可以不上牌的 但是记者马上说啊 国家早有相关法规 任何机动车上路 必须有牌照啊 你这个地方法规 能高于国家法规吗 甚至还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啊 这些公务车 它的涂装好像有问题啊 它的涂装怎么这么像警车呀 我国对于警车警械的使用呢 也是非常严格的 你这个车虽然是公务车 是当地相关部门用作巡逻用的 但问题是你不是警察吧 你不是警车吧 你涂装成警车 你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了吗 这是否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呢 冒充成警车 这可是罪不只是错了呀 所以我们希望当地赶快调查一下这件事 为什么你们的公务车 可以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 堂尔皇之的不上牌照就正常行驶 你们有没有把国家的法律放在眼里 而你们的公务车 又怎么能喷出成警车的样子呢